6月23日,由中国处境卫生保健基金会发起的《非常好悲哀患者慢病化》全程关爱项目启动。 悲哀进入慢病化管理时代患者,可以活得更有尊严。 患病后该如何生存,如何能活得有质量有尊严,而不是在疾病恶化的过程中被动等待。 对该领域的医学知识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